这是刘邦与秦始皇的初次相遇 一个坐在龙眼上 威震四方 一个躲在人群中暗淡无光 但谁也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 威震四方的那个会遗憾病逝 而暗淡无光的却翻身逆袭 成为帝王 不过刘邦终究是刘邦 哪怕此时他只是个小小的亭长 可他看着秦始皇那高高在上的模样 心中不仅无半分惧怕 反而满意着取而代之的向往 大仗活在试着就该这样 关键是他不仅敢想还敢做 回到家后就给自己做了顶低配版的冠冕 戴在头上装帝王 刘邦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得格外荡漾 可就在此时萧和闯了进来 你大乱刘邦 竟敢仿制秦朝皇冠 你该当何对 刘邦丝毫不慌 还笑嘻嘻地拿着冠冕给萧和戴上 萧和才不愿意搭理他 独固冠冕摔在地上狠狠踩了踩 并且表示这等行为可是死罪 你要是喜欢帽子 就重新造个样式免得招货 刘邦万分不服 但也只能服 花名一转 刘邦来到了酒馆之中 同桌的还有萧和和夏侯英 这三人是知交好友 时常在一块喝酒 边喝边聊聊八卦消息 只见萧和筷子一撑 便开始侃侃而谈 说是县里最近新搬来一户人家信旅 与咱们县令大人家是世交 县令给他弄了做大宅子住 还让咱们全县当差的都去给这个旅工接风 夏侯英一听 当即就不乐意了 什么百合 我看趁机收钱罢 萧和点点头 这收钱不假 但县令可不光是为了钱 要我说呀 就是看上旅工的两位千金了 刘邦当即来了兴趣 还有这么个情况 萧和笑了 那还有假 夏侯英 补充道 那俩女儿她都见过呢 长得是如花似玉水利的盘呢 刘邦听完若有所思 酒席结束后 就找上卖狗肉的帆块 借钱 帆块瞪大一双眼 每回借钱都不还 借给你才怪啊 看在咱俩交情好的份上 要不你拿块狗肉 咱不收你钱了 刘邦无语 我这不是在吃呢吗 但见帆块只真的不愿意见 他也只能拍拍手转身离开 不就是拜贺钱吗 没有就没有 于是当天夜里 刘邦就空着手来到了吕宫门前 此时吕府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当然也很势利言 刘邦一见着架势 赶忙充当迎宾的萧和拉到一旁 抛出块竹简给他 萧和一看呆了 赫钱一万 你速速与我通报 我自有办法 快去 萧和无奈只能顺着他的意 吕宫知道后 大喜当即亲自来请刘邦 并且将他安排到上上座 而刘邦丝毫不心虚 欣然下王 吕宫见此更加欣赏 细细打量 这一看惊呆了 这个男人便是著名的 独厚鲁治他爹 此时他才刚刚搬来佩宪 正举办截风宴 而正是这次宴会 吕宫首次见到了刘邦 精通项面的他 当即一眼万年 盯着刘邦不肯眨眼 一股尴尬的气息悄然满烟 但刘邦与吕宫丝毫不知收敛 佩宪宪令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前两步开口说道 刘邦财好色 管说大话 你不必如此高难 可吕宫却不想搭理他 反而转身给刘邦使眼色 暗示他留下 刘邦不明所以 但他就是个不怕事的人 还真就留了下来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了那时之中 吕宫再次看着刘邦细细打量 连刘邦这等脸壁厚的人 都有点吃不消了 以为吕宫是那一万的贺礼 才如此反常 于是开口解释 万钱贺礼 刘继不便带在身边 明日定当灯门送上 可吕宫手一摆 残不谈钱 原来这吕宫爱好项面 并且对其多有研究 今天见到刘邦 惊为天人 因为项面显示 他将来富贵不可言 于是吕宫想结个善缘 将自己的大女儿吕制嫁给他 此时刘邦已经三十多岁 仍未婚配 一听这话 当即跪下喊爹 吕宫见死 笑得合不拢嘴 送走未来女婿后 就回去告诉老婆 这件喜事 怎料吕夫人大为不满 你想想看 那佩令托人求婚 你迟迟不答应 今日你第一次见那个无赖 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你真是老糊涂 可吕宫却觉得 这门轻事定的好 先不说那刘邦确实非凡 咱就说那佩令 心眼多还贪财 这种人他看不上 自然也不会将女儿嫁给他 总之啊 这门轻事不容反悔 就这样 吕智嫁给了刘邦 婚后二人也算相爱 主要是这吕智是真的贤惠 家里家外一手抓 还不摆千金大小姐的架子 刘邦难免有些瘫痪 可这样一来 吕智就有些不满了 好好一个大男人 怎么总是这副 只谈感情不顾事业的模样 日子不是这样过的 于是他开口说道 刘邦听完 眨巴眨巴眼睛 你说的容易 可他一个无权无视的穷小子 想出头谈何容易啊 除非有天赐良机 当然了 这话不能直接说 刘邦只能连连答应吕智 自己啊 会努力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 吕智为刘邦生了一儿一女 未图生计 还天天在家织布种地 这位让接到出差命令的刘邦 看着心疼不已 很是羞愧的告诉他 自己又要离开家去 可吕智毫不留恋 该走就得走 端官府的晚 就得办官府的事 你该如此 刘邦被噎得不轻 一腔情义全部都咽进肚子里 次日一早便向着丽山而去 刘邦又要出差了 上面有命 让他将犯人押到丽山 修建林墓 这会儿刘邦干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熟悉得很 没过多久便抵达了目的地 不过刘邦看着丽山的景象 仍然心酸不已 因为在这里啊 死亡是最常见不过的事情 这个时候确实可以说上一句 天下苦情久疑 刘邦叹了口气 拿出银两贿赂看守的管理 成功进到陵墓里 找到那些在这里服劳逸的熟人们 陪他们劳劳磕 谈谈心 正说话间 一个伪案的身影 映入刘邦的眼帘 惊人介绍 此人名叫鹰部 鹰犯了事 所以被送来当劳逸 刘邦觉得他鹰鹉不凡 于是主动上前交朋友 可鹰部却看不惯刘 直接讽刺 好人可以为暴情做事 刘邦听到这话有点慌张 连连提醒鹰部 不要随便说此话 当心瞎头 可是鹰部丝毫不怕 直言道 怕死就不当男人 刘邦着实没想到 丘陵的牢役中 还有这等勇士 不过 鹰部的这话 却让他突然想起 离家之前 自家老婆对大秦的分析 他说 如今秦朝一个近的修宫殿 搞基建 导致劳民伤财 这样的江山 岂能长久得了啊 一旦天下大乱 咱们可就有出头之日了 想到这儿的刘邦 心中突然多了几分野心与欲望 与此同时 远在祥阳的秦始皇 夜观天下 却突然发现 东南方有股天子之气 于是秦始皇找来 赵高吩咐道 你去准备车年 颁召天下 朕不日 将再次东旬 朕服这股 妖邪之气 臣尊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 秦始皇此心不仅没能镇压天子之气 自己反而在返程途中 染上了重病 不得不在沙丘停留 秦始皇明白自己 时日无多 便喊了赵高与李斯 让他们赶紧将公子扶苏召回 为自己举行葬礼 并登基为帝 然而事实并不如他所愿 因为赵高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秦始皇病逝后 赵高带着遗赵找来李斯 告诉他 这遗赵一发 你我便死到临头 李斯不解 彻是何意啊 赵高皱起眉头 丞下 你想啊 公子扶苏跟你我关系可不太好 一旦他登基 咱俩还有活路吗 就算侥幸不死 扶苏也会让他最信任的蒙田 继任丞下 那到时候 你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 与其如此 不如咱赌一把 将遗赵烧了 然后直接扶持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为帝 再给扶苏蒙田去一封圣旨 命其自裁 李斯虽觉得费掌利诱 乃是祸国之源 但他终究有私心 于是默认了赵高的所作所为 就这样 扶苏死亡 胡亥登基 而胡亥又宠幸赵高 滥尸暴政 清除一击诛杀重臣 并且沉湿于世 威慑国人 一时瞻朝野上下 人心惶惶 四方豪杰 蠢蠢欲动 这个女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独厚吕志 可此时她竟身陷牢狱 并惨遭狱族羞辱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说公元前2009年 吕志的老公刘邦还只是个小小厅长 没钱没势也没钱 日子虽不至于狼狈到吃不起饭 但也得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 偏偏刘邦又一不小心得罪了当地县令 因此总是受到排挤 这不 他又一次接到了押送犯人的倒霉差事 刘邦十分不满 对着好友萧何就开始吐槽 萧何赶忙打断他的义气之言 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所以还是忍忍吧 刘邦再是不服气 但也明白萧何说的有道理 只能暂且认命 不过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要让县令好看 很快刘邦带着犯人们向着咸阳而去 可问题又来了 行至半路之时不少劳逸伺机逃跑 刘邦看着他们那瘦弱的身躯 终究有些不忍 于是默认 可这样一来 抵达咸阳之时恐怕剩不了几个人 到那时他必然得领罪 刘邦想了想 直接把所有人召集起来 让他们各自跑路 而他自己则前往咸阳领罪 囚犯们一听这话十分震惊 倒是不好意思再跑了 正巧这时天降大雨 刘邦便招呼众人去草庭避雨 并请他们喝酒 喝到尽兴之时 刘邦来了场即兴演讲 就这样 刘邦有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 他带着这群人躲进了盲荡山中 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献力耳中 献力眼睛一亮 当即命心腹将刘邦妻子吕智抓进牢中 然后便有了开头吕智被欺辱的那一幕 不过好在萧和宇曹参及时赶到 吕智并未受辱 还随着刘邦另一位好友樊快 来到了盲荡山中 与刘邦会合 与此同时 陈胜吴广扛起了反亲大旗 天下英雄纷纷响应 相是相良与其侄子相鱼 就紧随其后杀了俊首反了 消息传到刘邦耳朵里 他当即也动心 可目前他手中人马不过千 想反也没那个条件 这时萧和提出建议 咱可以先智取配线 让队伍壮大起来 然后再反 就这样 刘邦让胆大欣喜的反快 孤身一人潜入城中 然后找到一位得高望重的老者 当众老毒早已写好的告示 咱已经忍受秦王暴政太久了 如今陈王起兵 抗秦四方响应 秦江山不日而亡 乡亲们 咱只要团移结一致 杀掉为暴秦做事的县令 便能加入起义军 保卫家乡 百姓们成功被煽动 在反快的带领下 一拥而上杀掉县令 并打开城门 因刘邦入城 刘邦并不确认夺配线 完成称霸之路的第一条支线 紧接着 他便命令下属准备起义的旗帜 与祭祀的物品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里 聚集所有将领与百姓 正式煞雪起义 只见刘邦手举木牌 面对众人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将军父老们 义军兄弟们 今日刘邦 祭祀神灵 对天启示 众志成城 响应陈王 诛灭道秦 义无反顾 荒天后土 祝我刘邦 道秦不灭 誓不罢休 义军是前所未有的高涨 紧接着 刘邦就吩咐下去 让萧和凡快 周伯和曹三四人立刻下乡 招募兵士 半个月后便朝着广毛而去 之后再夺下风意 众人领命 当时的百姓真是苦情久矣 所以 萧和等人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招募不少士兵 渐渐的刘邦的势力壮大起来 并且并未消耗太多力气 就拿下了广毛 之后刘邦便率领人马朝着风意而去 这次还很顺利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刘邦措手不及 在打下风意之后 刘邦便打算带人马继续征战 但风意也不能不管 于是他从众多手下中选出一位将领 留守风意 他选中的人名叫雍齿 是风意本地的名门子弟 刘邦想着此人在风意生活多年 对当地了解颇深 本人手段也还行 所以想着让他留守风意 非常合理 而刘邦忘了人心难测 那雍齿在手下门客的窜夺下 直接率军投靠了魏王 所以在刘邦四处征战之时 突然发现自家后院起火了 刘邦无奈只能带着义军重版风意 评判 可此时雍齿早已准备 所以刘邦压根就没讨的便宜 只能暂且收兵 而那雍齿也不傻 只手不攻 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起来 其实说到底 刘邦还是底子薄了点 要是他手握重兵 供下一个小小的风意 还不是轻而易举 与此同时在向良的大营里 韩信前来投奔 可项羽见到他张口就是嘲笑 说他曾经从别人的裤裆下钻过去 这等行为未免太过不支持 向良听词 直接打发韩信一个直脊脊狼的官职 通俗来说就是看大门的 韩信本想说点啥 但看着向良那副模样有点泄气 于是接了任命 而向良则开始询问向良 你向伯叔请张良出山 有无音信 这个向良还真不值 向良见此叹了一口气 这一对书职不知道的是 此时张良已经与刘邦成功会面 一番交谈下来 两人更是直接视对方为知己 刘邦还向张良请教 如何度过眼前的困境 张良只说了一句话 刘邦觉得这主意好 于是次日一早便跟着张良 来到了向良军营 进了门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直接输出彩虹屁 成功借来五千金兵 然后一举夺回封印 可就在这时传来消息 陈胜吾无误 败了 这个洛塞狐就是西楚霸王项羽 他叔父向良 此时他正召集各路起义军将领开展会议 而会议的主题就是为起义军选一个大首领 没办法 自陈胜吾光起义以来 全国上下纷纷响应 但起义军来势汹不汹 却后劲不足 不过半年时间就连连受挫 陈胜吾广也接连死亡 起义军更是四分五裂 因此如今这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势力中 向良向宇叔之俩独占凹头 于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便动了一些小心思 也就有了这场会议 不过当向良本次会议的主题表明后 在场众位义军首领纷纷沉默不语 毕竟谁也不是傻子 拿着好好的老大不当 非得给自己找个顶头上司 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向宇见词站了出来 先知质问在场之人为何不说话 紧接着就开始自夸 我相是殊侍 楚将之后世代有名 紫快及骑士无地起兵 率江东子弟渡江西行 功成略地从无败计 还望各位直书兄弟不要拘礼 这话都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 众人心中都开始骂娘 还是那句话实施误者为俊杰 刘邦当即战起表示道 向将军世代有功于楚 现有手握重兵威震将坏 敌礼王位非向梁将军莫属啊 请各位明察 向梁听此笑得合不拢嘴 张梁见词也站起来复合起居 说什么民间早有预言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如今天下英雄虽多 但是鱼龙混杂 且大多势单力薄 难以服众 还是向梁将军做楚王 四方豪杰 仿心悦成福 可哪知张梁话银刚落 一声力喝便随之而来 众人大惊 向梁也不大高兴 质问来人姓名 可却得知 这位大言不惭的老者 竟是大名鼎鼎的谋士范增 向梁当即放松 对范增多了几分尊敬 并询问他 内话有何深意 范增听此也不解释 反而问了在场众人一个问题 陈胜起义 为何会失败 众人面面相去 不做回答 唯有项羽抢着发言 这还用问 陈胜出身农夫 不善用兵 帐下多势力小人 各怀野心 军技不严 军令不行 何以能胜张寒 范增听完 先肯定了项羽的答案 然后表明 你这只是舍本求莫之论 陈胜失败的最终原因 是他没有拥立楚王后裔 你们想啊 当初勤灭六国 楚国受难最深 因此楚国父老君立志报仇 而相将军起兵江东 众豪杰闻风而至 竟因他们相信相家世代为楚将 但是如果将军贪恋名位 自立称王 必然会冷了楚国百姓的心 到那时别说灭秦了 将军您还会背负骂名 相娘一听顿绝有礼 还真就听从了范增的建议 找到了正在牧羊的楚怀王之孙雄心 将其立为楚王 并封自己为五姓军 暂代国事 话说 项梁接受了谋士范增的建议 找到楚怀王之孙雄心 并拥立他为义军首领 斥为楚王 之后再以楚王的名义 对各路义军大家封赏 比如他自己就成了五姓军兼大将军 侄子项羽则为大司马兼次将 就连刘邦也混了个荡军太守的职位 一时之间义军气势前所未有的高昂 正所谓不占勇气也 靠着这股高昂的气势 义军连夺数座城池 然后他们就理所当然的飘了 特别是大将军向良 最近一连串的喜讯已经让他晕头转下 彻底的认不清自己 不仅不再保持紧迫的心情 反而整天吃喝玩乐 谋士范增看着急得不行 几番劝戒 张罕乃秦军之名家 武官三月胜多败少 虽近日连连实力 但是秦军紧闭城门 一定立兵莫马 仰精蓄锐 必图报复 可向良完全听不进去 他已经认定自己是天选之子 会战无不胜 直接将范增撵了出去 范增伤心不已 连连说自己看错了人 就这样 向良的我行我素 最终不仅导致起义军大败 还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 项羽和刘邦得知消息 赶忙前来祭拜 其中刘邦更是哭得比 项羽这个侄子还厉害 任谁看了都觉得心酸 将军去 天塌地陷 将军去 日月无光啊 为什么不让刘邦 替将军去死 长天不空啊 紧接着他还对天发誓 说自己一定会帮项良报仇 否则绝不罢休 项羽看到这感动不已 当即与刘邦结为异姓兄弟 紧接着项羽就去营帐找范增 请求他继续留下来做自己的军师 没办法 项羽死前终于认识到范增的重要性 于是留下一言 让项羽务必要留下他 项羽这人虽然性格暴躁 嗜血 不将人命当回事 但是对养大自己的叔父 还是很尊敬的 所以哪怕他不喜欢范增 也会按照项羽说的去做 今天各位将军都在 只要老将军答应帮我 共昧报秦 杀张寒 为叔父报仇 我像鸡 一定当父亲一样待你 范增听此直接开口 你小子现在说的倒是好听 可要是真遇到事了 你铁定不鸟我 项羽有些丧气 刘邦见子 赶忙站出来说好话 还拉着众位同僚一起跪下 求范增留下 还说要是不答应 他们就跪到死 这可把范增吓到 最终答应了项羽的提议 与此同时在咸阳城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秦二世胡亥 在赵高的窜夺下 以谋反罪抄了李斯的家 并灭其三族 而起义军这边也发生了件大事 那就是项羽一手扶持起的楚王 因得知项羽死讯惊恐不安 迁都彭城 并且给各路起义军首领传信 命他们前往彭城聚会 为鼓舞士起 激励三军主帅 寡人与各位约定 谁能先入关中 攻取咸阳 谁便可在关中称王 公元前207年初 奇异军首领楚王在彭城展开会议 会议上他提出 要拟派两路兵马分兵激情 一路率三十万重兵北上旧招 剿灭张寒解 巨路之围 然后在城盛南下 攻取秦都城咸阳 另一路则率十万兵马西进 直逼咸阳 灭情除暴 楚王还表示 为鼓舞士气 激励三军主帅 所以他提前放话 谁能先入关中 攻取咸阳 谁便可在关中称王 这话一出 在场之人纷纷心动 毕竟称王的诱惑不可谓不大呀 不过大家也不傻 心里再渴望表面上都无动于衷 毕竟枪打出头鸟啊 当然也有个例外 那就是项羽 他不顾范增的暗示 直接站起 表明自己愿意北极张寒 刘邦与宋毅建茨也站起身表明 愿意北极张寒 楚怀王建茨很是高兴 但由于没人愿意西进 他也只能暂且退朝 晚上宋毅找到刘邦告诉他一些秘密 原来北上和西进的人选 楚怀王早有安排 那就是派宋毅为北上的主将 项羽为副将 而刘邦则西进去往关中称王 这么安排的原因 一来是刘邦老练稳重宽厚仁爱 称王理所应当 二来项羽虽猛战无不胜 但年轻气盛 是杀诚信 不得民心 所以他只适合当一柄刀 宋毅还表明 楚怀王这安排方方面面都有考虑到 但项羽那人你也知道 说要做啥就一定做啥 因此啊 楚怀王不敢随意下仗 而宋毅此次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刘邦能促成此事 刘邦听词却一白手 不妥 结盟兄弟情义为重 却我俩有约在先 灭张寒同仇敌忑 所以最好让项羽 心甘情愿的做我的次将 这样你便可顺顺当当 西进入关为王了 刘邦苦笑一声 这事谈何容易啊 项羽兄弟血气方刚 争强好胜 他恐怕不仅是想剿灭张寒为叔父报仇 还想要入关称忙 宋毅听词赞同的点点头 项羽一向自以为是 怕是从未把你我之辈放在眼里 刘邦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样吧 将军不妨在面见怀王 请他宣召让项羽西进咸阳 强将对弱兵 项羽肯干吗 那就对了 项羽肯定会抗制行事 解释怀王在顺水推舟 你我二人不就如愿一场 这招欲擒故纵使得好啊 刘邦的脑子确实非常人所能比 而计划进行的也很顺利 项羽那四肢发达的货 一听自己被派去西进 当场就翻了脸 闹着不肯干 楚怀王见此顺水推舟 如了他的愿 但是只能当个副驾 因为楚怀王毕竟是个王 落了他的面子 总是要付出代价吧 项羽也还没少到家 没连续抗两道指 范增得知此事后 笑着说道 这天下可能就是刘邦的了 但是项羽依旧不当回事 在他眼里 刘邦啥也不是 次日天一亮 大军一分为二出发了 佩公送我几坛酒 我送佩公几座城 如何 自话当真 李生不是罪话 刘邦率十万大军 从鹏城出发 直奔咸阳 打算入关称王 而他好像还真有点 天命之子的意思 一路上压根没费多大力气 就打到了高阳 再加上刘邦给自己 立了个贤王的人设 并且将其营销的沸沸扬扬 因此刘邦虽然连打数仗 但是他手下的十万人马不减反增 还有许多贤臣良将 也纷纷前来投奔 其中汉初三大名将之一的 彭越 就是在这期间 投奔的刘邦 这不才刚刚拿下高阳没多久 就又有一位贤臣找上门来了 此人名叫立一基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说客 当然此时他还只是高阳的一个九徒 最熏熏的就来到刘邦营帐 小斌看他那副模样 好生提醒 小斌没法 只能顺了他的意 立一基成功的进了营帐 但果不其然 刘邦看他那副打扮不是很欢迎 自顾自的洗他的脚不愿打理 立即见词也不生气 只问了一个问题 不知佩公是帮各路诸侯攻打秦军呢 还是帮秦军抵抗各路诸侯 刘邦一听这话 有点兴趣 当即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说什么抱情无道 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接纲而起 我刘邦顶天立地 怎么能帮助秦朝与义军为敌呢 立即一听笑了 既然你真是新人意之师罚情 那就该李贤下施 为何如此居傲 当这年迈老夫的面 居坐洗脚呢 刘邦一愣 察觉到眼前此人不简单 蹭的一下站起 向立即请罪 不得不说 刘邦可真是能屈能伸啊 紧接着他又面命人 准备好好酒好菜 招待起来 两人边喝边聊十分高兴 上头之时 立即更是直接保证 佩公送我几坛酒 我送佩公几座城 如何 此话当真 立生不是罪话 立即告诉刘邦 你虽有十万人马 但就这样匆忙攻打咸阳 那不现实 可在离高阳不远处 有座城池叫陈流 此地四通八塔 乃交通要道 城内还存放着 秦军数年的良想 将军不如先供下陈流 休养整顿一段时间 既能补充粮草 又可操练军队 再冲着咸阳去 胜算便可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 那陈流的父母官 乃是我的同窗 我可以孤身一人 前去劝降 刘邦一听大喜 恨不得拉上 立即就结败为异性兄弟 两人狠狠 大醉一场 清醒过后 立即朝着陈流而去 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了那位同窗 刘邦就这样兵不血刃 拿下陈流 离入关称王 又进了一步 不过刘邦这边是顺利了 项羽那边却是一团糟 这个我们下期接着讲 项羽手提宝剑 快步向前 一把抓住宋毅 一领刺了进去 宋毅当场身亡 而项羽则转头对着各位将领说道 奉怀王秘诏 本将军将宋毅就地处决 各位将军刻尽职守 不许善动 下面请范老将军宣怀王秘诏 范曾从怀中拿出秘诏 开始朗读 说什么宋毅私通其国 意图谋反 所以才屯兵在此 迟迟不愿北上 借巨鹿之为 被项羽吓到的众位将领听完 赶忙过一地截止 然后就开始吹彩虹屁 说宋毅背王命早就该杀 项羽将军此举真是大快人心 范曾见词很是满意 直接提议道 让项羽继任大将军之位 率四十万大军北上旧赵 冲卫将军赶忙拱手同意 我等拥立项羽大将军 愿为先驱 毕竟宋毅的尸体还在那儿的 不同意也不行 项羽见此场景 得意的不要不要的 那问题来了 宋毅真的意图谋反吗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当初处王领兵分两路的政策 一路率十万大军直接西进朝咸阳而去 一路率三十万重兵 先北上救赵后再朝咸阳而去 并且楚王放了话 先入关灭秦者可自立为王 于是各方开始博弈 最终西进的主将定为刘邦 北上的主将定为宋毅 副将才是项羽 项羽自然不太满意 便想借着北上巨鹿一战 拿回主将之位 可哪知 刘邦都出发好久了 宋毅竟然还在原地按兵不动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一来他是想等秦赵两败俱伤之后 再率军坐收鱼翁之力 二来也是有意让刘邦入关称王 毕竟比起暴躁易怒的项羽 还是素有贤名的刘邦称王更好 不得不说宋毅确实是个老狐狸 如意算盘打的是啪啪响啊 不过他终究小瞧了项羽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之后项羽便自命为大将军 率领大军北上激情 解赵国之为 此时秦军的将领名为张寒 就是他率军大败义军杀了项羽的叔父项梁 所以项羽与他有死仇 因此在作战之时 格外勇莽剥复成舟 最终久战久截 彻底挫败秦军主力 从此张寒一蹶不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 他是中国历史上 以少胜舵的著名战役 也是因为此战 项羽才确立了在各路起义经中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刘邦遇到了西晋路上的第一个难题 那就是在攻打洛阳之时碰了个钉子 久攻不下 刘邦急的不行啊 立即见词提出建议 以老夫之见 不如暂且放弃洛阳 转到南下 攻应阳 再去到南阳 禁逼泄阳 洛阳久攻不下 我愤恨难笑 佩公 战有大小 事有缓急啊 眼下佩公最当紧的是 攻取泄阳 关中称王 再说了 摊子传来消息 项羽已经解了巨鹿之围 率四十万大军南下 不日即将抵达于水 离寒谷关不远了 一旦他先入关 那称王就轮不到佩公了 刘邦听词 同意了立即的建议 在一众贤臣良将的辅佐下 刘邦的西晋之路很是顺利 虽然在洛阳碰了个钉子 但随后在立即的建议下 放弃洛阳这块硬骨头 转到南下进攻隐阳 而这次轻而易举的便将隐阳拿下 更重要的是 在这刘邦再次遇到了张良 然后经过多番弹心 成功将张良留下 为义军效力 刘邦又添一元大将 而张良也没让他失望 刚入职便靠着虚张声势之际 助刘邦拿下晚城 紧接着又出奇谋 夺下五官 要知道五官乃是秦国关中腹地的南大门 自古就是秦楚交通的咽喉要地 绝对是兵家必争之地 可张良压根就没费多少力 救助义军拿下了这档战略要地 从此事上就能看出他智商之高 紧接着 刘邦又在蓝田与秦军大战 再次取得胜利 大军来到西晋咸阳的最后一道关卡 摇关 刘邦看着那高高的城墙开始叹气 原以为攻下了五官 便可以顺顺当当的西晋咸阳 我想又被阻挡在这儿 一旁的萧和听此赶忙开口 秦军在摇关布置重兵严守 企图借助天贤与人士 阻挡我们西晋的脚步 但是我已经打听清楚 助手此官的将军 以前是个靠宰猪为生的商人 做生意时最爱的便是占点小便宜 所以嘛 我们不妨与他再做一笔交易 刘邦懂了 当即派立一击带上重礼 前去拜访这位守将 果不其然 此人一见那一箱箱的金银 当即发出话来 要将摇关拱手送给刘邦 刘邦还能说啥呀 自然得受了他的好意 就这样 公元前207年 刘邦屯兵霸上 威逼咸阳 此时秦二世胡亥已被赵高逼死 公子紫英登基 是为秦三世 而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设计诛杀赵高 此举虽为天下百姓出了一口气 但已经太晚了 秦朝必亡 于是在得知刘邦屯兵霸上时 才登基46天的紫英 便主动献上响表 迎刘邦入咸阳 刘邦见词很是满意 再加上 为了维持他宽厚仁慈的人设 于是紫英倒是捡回一条命 而刘邦则直奔秦王宫 只见他推了推殿中的大顶 又欣赏了下殿中的摆设 最后敲了敲角落里的边中 这一刻 刘邦心中豪迈万分 他不由的大喊 我要做皇帝了 紧接着 刘邦又摸到了后宫之中 并在一个宦官的带领下 来到了寝殿里 然后见到了各宫的嫔妃 刘邦简直是笑开了花 在一群美女中来回穿梭 摸摸这个下巴 询问下那个的姓名 然后就与这群美女嬉笑打闹 不知云里雾里 什么打天下 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之后 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征量繁快等人急个半死 派遣大量人马找了三天三夜 终于在后宫找到了刘邦的踪迹 原来此时他正在与秦王的妃子循环作乐 性子急得翻快见词 急得不行 上前就将美女们统统赶走 然后质问刘邦到底还想不想当着天下之主 刘邦听词十分不服气 从盲荡起事出生入死 至今已有三年时间 我在这歇息几日 又何妨呢 轮得到你来叫醒我 翻快听词冷笑一声 好 你歇你的 我会配成杀狗卖肉去 说着转身就走 张良萧何见词上前拦人却没拦住 只能来劝刘邦 张良说 凡快这话操理不操 说到底啊 还是为了您好 今初到咸阳天下未定 如贪恋荣华富贵不离秦宫 等到项羽率四十万大军赶到 必起争端 放内时 毁之晚矣 萧何说 如今咸阳城内混乱不堪 将族抢劫百姓啼哭 再不制止 必将民心尽失 主公您要讲当关中王 对此就不能不查 刘邦听完 长叹一口气 说着便开始穿衣穿鞋 跟随着萧何张良去商议大师 而经过再三讨论 刘邦决定 与百姓约法三章 以此来获取民心 而这约法三章的内容分别是 杀人者偿命 伤人者依法惩办 盗窃财物者 按情结论罪 原秦官吏继续留任 市农工商 原封不动 照旧操持自己的本业 但是秦朝科政 一律废除 请观众父老放心 我能囤兵霸上 等各路诸侯军到来之后 再共商百姓 安居乐业之大计 此约定已经公布 立马引起舆论漩涡 百姓们纷纷夸赞 刘邦宽厚仁义 求他千万不要离开咸阳 毕竟仁义之师难求啊 不得不说刘邦这一手 干得漂亮 不仅让咸阳迅速安定下来 还收获了大批明星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项羽 却做了一件蠢事 在巨鹿取得胜利之后 张涵便率二十万秦军投降 项羽本不愿接受 但是谋士范增 却觉得不要把人逼进死路里 于是促成了此事 并将那二十万秦军收编入伍 可是军中许多的兵族 不懂何时大意 他们对收编的秦军十分不满意 常常与其发生冲突 军中将领又一味偏心 秦军受的委屈越来越多 心中怨言 远越积越多 而项羽在得知此事后 不仅没出面安抚 反而直接打开杀戒 将这群降军全部活埋 从此事 我们不难看出 项羽就不是个当地王的料 不过他的大军也渐渐逼近咸阳 于是历史上著名事件 鸿门宴发生了 刘邦为了收拢民心 在抵达咸阳之后 便与百姓约法三章 而百姓们果然上当 对仁义贤名的刘邦感激的不行 不仅主动给他送礼 还求他不要离开咸阳 一定要在这称王 与此同时 项羽也已经率领大军抵达韩谷关 不过却被守城的士兵拦在关外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韩谷关主将曹沪商因欺压百姓 被刘邦召去罢上 此时正在被当众施以鞭刑 守城的士兵没有主将的命令 自然不敢随意开城门 可项羽听此却大发雷霆 认为是刘邦故意不让他入关 既然你不让我进去 那我就打进去 于是他当即下令武力攻城 而没过多久 项羽就成功击破韩谷关 率大军驻扎在鸿门一带 刘邦得知此消息急得不行 但还没等他想出应对之策 被他罚过的曹巫商 就秘密给项羽送了一封信 信上说 刘邦安抚百姓收满人心 甚至已经在准备称王要用的物品 项羽本就对刘邦怀有疑心 这封信一来疑心更重了 一旁的范增建慈赶忙说道 项羽答应了 吩咐下去 命大军三更造反 四更出征 剑锋直指罢上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此番话竟然被项博听见 而项博想到 正在刘邦军营任职的好友张良 当即快马加鞭去报信 得知消息的张良 立刻向刘邦禀告此事 刘邦大惊 并随着张良去见项博 先是感谢他的通风报信 紧接着又表明 这一切都是误会而已 张良也赶忙补充 说着刘邦就打算带项博去帐中查看 项博见他行事毫不心虚 当即表明他会立刻返回鸿门 向项羽禀报此事 不过也希望刘邦等人 明日早点去鸿门见项羽 解除误会 刘邦与张良连连点头 项博满意了 转身离去 不得不说他可真是太天真了 画面一转 项博已经来到项羽迎仗 将刘邦所言一一禀明 范曾听完气得甩袖离去 项羽倒是对刘邦的怀疑减轻 看着离三更越来越近 大军依旧无动静 范曾坐不住了 他再次来找项羽 说自己夜观天下 发现坝上有龙虎云形 呈五彩之色 这是天子气呀 此话一出 项羽杀心在起 范曾见此 当即说道 自己有三技可杀刘邦 一拿巨关兼手 四放紫英 私吞珍宝等事 盘问于刘邦 若达不上来 杀之 二在帐外埋伏杀手 等人一到 老夫便举玉绝为号 杀之 三给刘邦灌酒 让其失态杀之 项羽认为三技都很好 全给安排上 然后按照现场情况在执行 那么刘邦能否逃过这一劫呢 刘邦要去赴红门宴了 只见他带着张良战战兢兢的踏入项羽营帐 然后直接跪下行大礼 佩公刘继 拜见项羽大将军 项羽面无表情 直接吩咐下去 将刘邦拉下去 斩首 刘邦听此 跌坐在地 张良也赶忙出声询问 请问将军 佩公何罪之有啊 项羽冷笑一声 有何罪他自己心里清楚 刘邦听此 手都在抖 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开口说道 我本是一介不一 自佩献起事 得头将军门下 进退攻守为将军事举 从未敢擅自独断专行 我犯有何罪 还望将军民事 死也得死个明白不是 项羽伸出手指指刘邦 您有三罪 招降秦王子英 继而释放 冒天下之大不为 此为一罪 约法三章 废秦法令 旨在妖脉人心图谋天下 此为二罪 潜将守官 租本将军入显阳 其真一宝 加力美激 据为己有 此为三罪 数罪并罚 理应斩首 可是刘邦听到这三罪 却松了口气 因为关于这三个罪名 他早早与张良商议过 怎样可以反驳 只见他开口说道 将军所言句句属实 但在我看来如此三罪 不仅不是过 反而还有功 该封赏的 项羽听词 直接怒拍桌子 什么 你死到临头 还敢取笑本将军吗 刘邦手一拱 不敢 带刘继细到原委 将军思量 功过自明 封赏斩首 任由将军 刘邦开始侃侃而谈 我仰仗将军神威 先入咸阳 秦王子因望风而降 我若是擅自杀之 便是贪天大的功劳为己有 所以我才将他囚禁 等将军亲自发落 难道这是罪吗 关中百姓苦情言行 立法久矣 我便以怀王之名 将军之命废除 这样一来 既可宣怀王之德 又养了将军之威 于是关中百姓 无不称赞 说先驱者尚且如此 主帅肯定会更加贤民 这才有了敞开门户 迎将军入关的后事 这难道是罪吗 至于将军被拦在关外一世 实乃韩古官首将曹无商失职 我曾再三叮嘱过他 如若听闻将军 大军来到 速报于我 我当亲自前来 迎接将军 可哪知这人擅离之首 到咸阳抢劫去了 兵无将命 自然不敢随意开关 我已按照军法 罚曹无商编武师 这难道是罪吗 项羽听完皱起眉头 而刘邦还在继续表演 说着便哭了起来 项羽见到此场景 只能甩锅曹无商 说是他送了封密信过来 严佩公有三罪 刘邦抹了抹眼泪 委屈的说道 那曹无商就是个小人 因我罚了他怀恨在心 这才故意陷害 项羽连连点头 请刘邦起来 而刘邦很懂事 一站起来就让张良 去把自己准备好的礼拿进来 项羽看着手中的玉玺 高兴得不知所以 把杀刘邦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 并吩咐下去 设宴款待 一旁的范增见词 差点撅过去 但他明白 刘邦乃心腹大患 不杀了他 项羽必败无疑 于是范增也跟着去了宴席 打算找个机会 要了刘邦的命 项羽留邦喝酒 喝得分外开心 把定好的杀刘邦一事 忘得干干净净 范增见词 心里那个气呀 连嘴唇都在用力 但没办法 实际上他摊上这么个主攻 只能认命 不过对于杀刘邦一事 范增仍不想放弃 只见他跪起身来 左手持背 右手抓住胸前欲绝 提醒项羽 项羽见词 却陷入了难 若真的按照约定 在酒席上杀了刘邦 他的名声该怎么办 他将来又该如何笼络人心 项羽环顾四周 看看周围人脸上的笑意 最终决定糊弄过去 要不不必费心 项羽心中有数 说者项羽便举起酒杯 要所有人共赢 范增见词气得跌坐在地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深吸几口气后 吩咐都为陈平 多敬佩攻击斩 一旦刘邦喝醉了 酒后失态 就可以名正言顺杀了他 然而范增依旧失算了 因为这陈平早早就被张良收买 虽然听命给刘邦倒酒 但生怕他醉了 只到一小口 反而给项羽倒酒 超不心疼的慢过头 而项羽丝毫没察觉到任何问题 毫放狂瘾 看得范增是边摇头边叹气 他明白杀刘邦一事 指望项羽是不行了 于是他独自一人走出银匠 找上了正在舞剑的项庄 范增上前两步走 对着项庄耳语一番 紧接着范增原路返回 再次回到宴席之上 一来就连进刘邦三杯 然后项庄持剑走了进来 项羽问他有何事情 项庄表明 他见着宴席只喝酒 有点单调 打算来场剑舞助助性 项羽哪能不答应 于是项庄抽出剑来 在小小的帐篷里旋转飞梯 一招一式 尽显少年风流 大家看得分外尽心 唯独刘邦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照理来说 项庄武艺不低 对剑的掌控 绝对称得上是炉火纯青 可偏偏在舞剑之时 多次舞到他的位置上 得亏他反应快 不然就成了剑下亡魂 此事必定有诈 可抬头一看 却发现项羽看得正入迷 这说明啊 舞剑不是他安排的 刘邦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张良也察觉出不对劲 一个眼神是一好友向博 向博当即站出 表示 剑舞双不孤单 我也凑个圈 来个二龙戏书 说罢他便跟着舞起来 疯狂为刘邦挡剑 但就算如此 刘邦危机没解 张良见此坐不住了 出门找上反馈 让他也毛随自剑 来了个大卫王表演 这才打断剑舞 范曾见自己的算盘 再次落空 又一次出了迎战 张良见此赶往示意 各位内鬼 管项羽的酒 没会儿项羽便跌坐在座位之上 张良松了一口气 让凡快带着刘邦赶紧溜 刘邦就这样安全离开 等到范曾收拾好心情 打算再战一场时 迎战中早已剩下项羽一人身影 范曾气急败坏 怒骂项羽 你好胡度啊 你已经坐视良机 却在这儿 洗上这些破东西 真是难成大事 将来 天下为刘邦所得到大事 你好会去反应 说完拂袖而去 鸿门宴上 刘邦将玉玺拱手相让 可算是解除了项羽的疑心 安全回到坝上 紧接着项羽便率大军进入咸阳 而进入咸阳后 项羽便不顾范曾地再三劝说 在城里滥杀无辜 火烧鹅旁 甚至派遣手下去绝秦始皇的墓 明面上说是要掘墓鞭尸 可实际上是盗取宝物 从这些事中我们不难看出 项羽就不是个当帝王的料 当然他自己不这么觉得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项羽封自己为西楚霸王 然后在范曾的建议下大肆封赏 其中刘邦被他封为汉王 并将蜀中41线赐给他做封地 刘邦表面上恭恭敬敬 接下旨意 回到家就开始大发雷霆 项羽小贼 听了范曾老贼的主意 把我刘邦打扮到巴蜀为王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刘邦囚徒醉人的地方 这口气 我说什么也咽不下去 萧和赶忙劝诫 不管封什么地方 总归是有了自己的地盘 这样才能图大叶 再说了 巴蜀之地重山峻岭 道路险祖 我等不易出来 他人也休想进去 这样主公正好安下心来 搞发展 刘邦却听不进去 要是只紧紧将他赶到 巴蜀去 那也还行 可项羽还把汉中一分为三 让张涵 董毅 司马兴 各自称王 这不明摆着是想阻我入关 让我老死汉中 萧和没话说了 张良赶忙出声 这次分分 看似不如意 却比封王 关中 强死百倍呀 此话真讲 兵公 你想啊 虽然咱如今无恙 但是范曾亡我之心未死 而那项羽又有时 主意很硬 有时耳根很软 一旦他被范曾说动 民公威矣 可是此番民公分封巴蜀 山高地险 与世隔绝 范曾就算有心排除异己 也绝对不容易 民公安全得到保障 这是第一个好处 我军将族多是山东人 进入巴蜀肯定会日夜思乡 一旦时机到了 东晋入关 他们都无需号令 就会因为归心四箭 奋勇杀敌 这是第二个好处 还有 民公与项羽相比 你若他强 韬慧之计还是得用上 等你进了巴蜀过后 军情闭塞音讯全无 天昌日久下来 便能让他们忘记民公的存在 到那时 咱们再回归反击 定能一举取胜 这是第三个好处 而有了这三个好处 何谈大事不成啊 主公完全不必再自寻烦恼 刘邦听完当即大笑出声 先生一戏话 如波云见日 泥土点金 刘继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就开始安排起来 企图早日离开咸阳去往巴蜀 为此他还特地派人给项羽手下 都为陈平送礼 陈平答应帮忙 于是在各方操作下 刘邦终于得偿所愿 率领大军朝着巴蜀而去 并且在抵达巴蜀一带之时 接受了张良的建议 派人将连接关中与巴蜀之地的战道 烧得一干二净 由此来安项羽的心 这个男人就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兵先韩信 此时他已经在张良的劝说下 背叛项羽直奔巴蜀 投靠刘邦 但由于关中直通巴蜀的那条战道 已被刘邦烧毁 他只能向一位老伯问路 巧的是 这位老伯还真知道一条山路 韩信点点头 送上银子感谢老伯 然后便问了老伯一个问题 你方才说这条小路除了你再无人知晓 可是实话 老伯一脸骄傲 那是当然 这方圆百里再无人知道此路 就连我要不是经常上山 也发现不了这条路 韩信听完抽出保鲜 捅死了这位老伯 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当初刘邦火烧战道时 韩信就察觉出不对劲 但他一直没想明白 如今这条小路出现 他懂了 刘邦这明摆着就是 烧战道麻痹项羽 在借这条小路出骑兵 于是想通了的韩信便只能杀了这位老伯 以免小路之势传扬出去 到那时候便会一物战机 当然老伯确实是很无辜啊 韩信将他的尸体埋葬 并在坟前立下誓言 说完拜了三拜重新出发 不久后抵达南正 此时刘邦正发出告示 招募降财 韩信见此喜出望外 主动进入招贤馆面市 然后成功入了萧和的眼 萧和当即将他举荐给刘邦 可惜刘邦一听他的就职经历 就有点不相信他的能力 所以就只给了他个小官试试水 萧和感到不好意思 请韩信喝酒以表歉意 并询问你可拿到举荐信 这样一来 刘邦便不会再怀疑你的能力 可韩信却表明 萧和听此十分满意 再询问他 会如何帮助刘邦取夺天下 韩信侃慷而谈 但却不是纸上谈兵 而是心有谋略 让萧和赞叹不已 为此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找到刘邦 希望他能拜韩信为将 毕竟人才难得 可不管怎么劝说 刘邦都不同意 这消息传到韩信耳朵里 他既感激萧和之欲之恩 又开始吹头丧气 于是他决定辞职离去 在他看来 自己几次就职 均不能如意 可能真的是 没那个大掌鸿图的命 因此就有了 萧和月下 追韩信这出好戏 而俗话说的好 知己难求 萧和的举动 让韩信感动万分 最终决定留下来 并且他还拿出了 当初张良 给他写的举荐信 刘邦不敢再小瞧韩信 当场封他为将军 可是萧和却表示 韩信之才 举世难寻 不用则已 要用必须重用 刘邦点点头 觉得有理 采纳萧和的建议 让三军 则即日摘戒 并在城外 驻坛败将 原来 汉王要败的三军主帅 是启示嫖母 受人胯下 置辱的韩信 正是乱 恶服韩信 再出为直己郎 到了汉中 却成了大将军 我等跟随汉王多年 要受这恶服节制 汉王 你可是大错 特错了 刘邦按照萧和之计 在城外 驻坛祭天 当众拜韩信 为大将军 突然得知此事的 帆快炸了 在他眼里 韩信就是个胯下之夫 无勇无谋 还无用 刘邦此举 就是昏了头了 于是帆快不顾场合 在败将之前 跳出来大肆辱骂韩信 并指责刘邦 大错特错 刘邦听此 气个半死 一个眼神 示意萧和 赶紧解决问题 萧和收到信号 开口说道 刘邦听此 大惊 吩咐下去 军法从事 斩 这时萧和却又站出来 笑着说道 汉王 败将之日 应当不杀人 不动刑 不审判 不宰生 宜臣看 凡快将军之罪 改日再行刑吧 刘邦点点头 勉为其难的同意 不得不说 这军臣俩 演的是一首好戏 有凡快的例子在先 再无人敢对 败将一事 指手画脚 一事顺利进行 当然 真的杀凡快 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跟刘邦 可是多年的好兄弟 这不 败将结束后 刘邦便让萧和 给韩信传话 让他来决定 凡快到底死不死 韩信是个聪明人 还能不知道 刘邦的意思 于是他亲自来到牢中 面见凡快 并开口说道 这话让凡快感到无比羞愧 因为他是出于一定私心 才辱骂韩信 反对败将一事 可是韩信却反过来夸奖自己 这让他脸红不已 当即认错 并心甘情愿 尊韩信为大将军 而他一任 其余将领也就再无异议 不得不说 刘邦韩信都是老狐狸 紧接着 韩信又当众斩了一个 开会迟道的将领 彻底树立起威信 将大军牢牢掌控在手里 之后 韩信便向刘邦 线上夺取关中之际 此时 项羽已经落入张良陷阱 撤离关中 前去攻旗 关中地区 由前行将张寒等三人管理 于是韩信 建议刘邦 潜一队人马 日夜不停地去修建 被烧毁的战道 如此一来 便有不少士兵 因疲劳过度而丧命 于是便开始有了逃兵 而逃兵一多 定会引起张寒内边的注意 修战道之势 便会传扬出去 按照张寒的性格 他定会派遣大军 来到战道地区提前防备 而这时 我们便趁机从那条小路 直入关中 打他个措手不及 刘邦听完这个建议 大喜 当即吩咐下去 照韩信说的去办 韩信领命 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不过一月时间 刘邦便夺取了关中地区 张寒也已丧命 刘邦助谈祭天 拜韩信为将 让他统帅三军 而韩信不愧是 后世公认的兵先 不过短短一月时间 便将关中地区全部夺取 刘邦大喜 连连夸赞韩信 乃旷世奇才 只是这喜悦过后 心中难免又有了忧 没办法 经此一意 韩信名声大噪 在士族中的威望 达到了顶峰 这样一来 就有些功高盖主之嫌 而刘邦又是个怕死的人 所以就难免自己吓自己 但就在这时 项羽仗下的都尉陈平 千里迢迢前来投靠刘邦 并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项羽北上伐旗 彭城异常空虚 主公若举兵东进 直取彭城 将易如反掌 刘邦听了 眼睛亮了 前往军营 向韩信表明此事 并且还表示 自己要御驾亲征 让韩信与萧和 一起留守关中 这话什么意思 不言而喻 韩信觉得此事不妥 毕竟刘邦太重要了 一旦出了拆错 那就完了 可是刘邦非要一意孤行 还以此为借口 将韩信手中的虎符收回 韩信是个聪明人 当即明白了 刘邦对自己有了疑心 于是不再阻止 并且主动卸下一切职务 普贤在家 刘邦满意了 当即点兵朝着彭城而去 然而大部队才刚刚出城 就被以董公为首的 一群大儒拦下了 刘邦有些不悦 询问他们有何事 不料董公却反问了他一个问题 讨伐项羽诗出和名 刘邦一脸无所谓 董公听完皱起眉头 孔子曾说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汉王今日法楚 要和项羽争高下 却无一个正经的名头 怎可能令诸侯服众 又怎么能收拢天下人心呢 刘邦听此大吃一惊 当即从马车上跳下 公身请教董公可有妙计 董公笑了 这也简单 那项羽诛杀异地乃弑君之罪 大逆不道 天怒人怨 汉王可以用为异地举丧为名 三军搞速设谈祭典 传袭天下 共讨逆贼 如此 不仅师主有名 四海之内也有英雄响应 那霸王就算是再有猫 也难被视到人心 总有一日 这天下定会为汉王所得 因为此乃 昔日商汤王周五王成功之秘诀 刘邦听完 深觉有理立刻按照董公所说去执行 就地设立祭坛 祭拜天帝 并当众宣布 项羽诛杀异地 不忠不义 天地难容 而他刘邦实在看不过去 于是及三合之兵 行问罪之师 定要取项羽狗头 为异地报仇 而事实也正如董公所料 在这次祭天仪式后 项羽名声全无 鸣心尽失 天下英雄见此纷纷响应刘邦 讨伐项羽 于是很快 刘邦便攻下了项羽的大本营 彭成 并且自身损失不多 刘邦趁着项羽北上攻旗 率领大军直击他的大本营 彭成 并成功将其占领 而这之后 刘邦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进入了项羽的后宫 见那群千姿百态的嫔妃 果然 刘邦还是那个好色的佩献刘三 哪怕如今当了王 也依旧狗改不了吃屎 只见刘邦望着 店中各有特色的美人 笑得格外荡漾 然后便站起身来左右挑选 尝得好的 身材前都后翘的 站在右边 稍微逊一点的站在左边 右边的留下来伺候自己 左边的赏给有功的将士 和各路诸侯王 并且刘邦还对着众美人说道 自古英雄爱美人 本王是一夜一风流 管他们以前伺候谁 只要他们今天伺候好本王就行了 这话一出 众位美人齐身扑了上去 也不知刘邦那身板吃不吃的香 而这一放松啊 就是好几天 刘邦简直是乐不思蜀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享受美人的服饰 突然有小太奖慌慌张张 前来禀报 说是王后娘娘 与老太爷他们都到了 刘邦这才告别 温柔香 前往大殿 与分别多年的亲人相见 吕志一看他那模样 瞬间明白 刘邦这些日子 到底在忙些什么事 他气得不行 但看在孩子和老人的面 终究暗耐了下来 等到晚上 回到寝殿后 才开始算账 直见 吕志营阳怪气的询问刘邦 刘邦怒了 他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王 多要几个女人怎么了 轮不到吕志来指手画脚 可吕志也是个高傲的人 已听刘邦这话 那还得了 各种营阳怪气的话 接踵而至 可刘邦早就不是当初 那个似水亭长了 他不愿意受这个气 直接拂袖离去 吕志气急 直接将整个寝宫砸了个遍 与此同时 刘邦占领彭城的消息 经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 项羽一听 自己的宫殿珍宝 甚至是小老婆 全部被刘邦霸占 那一刻 他气得直冒烟 当即对天发誓 不杀刘邦 势不为人 紧接着 他便吩咐范增 留在原地继续攻其 而他则带着一只精兵 杀回彭城去 项羽手下的士兵 本就质量极高 此时又因被偷家 心中极为愤怒 于是杀起敌人来 毫不留情 并越战越勇 刘邦军队压根不敌 吕志的那句话 还真就应验了 不仅彭城重新被项羽占领 刘邦还损失了近20万士兵 就连他自己也狼狈不堪 慌忙逃命 好在身边 士族忠心 刘邦这才安全抵达行阳 以读后事 这里说个题外话 刘邦在逃命之时 先是抛弃了吕志与老爹 后又将一双儿女推下马车 只为自己多一次生机 从这两件事上来看 刘邦确实是自私的不行 要不是项羽暴虐 试杀 一意孤行 比不得刘邦会演戏 收拢迷心 这天下之主 到底是谁 还真不一定 刘邦兵败彭城 退守行阳 狼狈不已 反观项羽行尸大好 冠勇诸侯 刘邦急了 毕竟他与项羽已经彻底撕破脸 一旦项羽到了天下 那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刘邦还不想死啊 但他确实又没那个头脑 能解当前困局 于是只能干着急 只见一场 刘邦有些泄气 甚至打算躺平 可就在这时传来消息 张良来了 刘邦瞬间振作 请张良入内商议 张良也不拖掩 直接进入主题 横城新败 汉王有两大事策 请先生指教 首先 汉王自南正回石北上 所欲之敌望风披靡 反定三情易如反掌 又趁虚而入 倾取鹏城 仅在数月之内 就拿下近千里土地 于是汉王便认为 夺取天下 是件容易事 然后就骄傲起来 可俗话说的好 交兵必败 刘邦点点头 确实是我的错 而张良则继续说道 此次东征 汉王没让韩信挂帅 这便是第二个失误 因为若是韩信出征 即使兵败 汉王你都有回旋余地 也不至于毫无屏障遮挡 狼狈逃命 你要知道 只有活着才有一切 更何况 汉王敢说 自己的军事才能高过韩信吗 刘邦听此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辩解地说道 我那也是想让韩信休息休息嘛 这话说得非常没水平 张良自然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 说到底啊 就是担心韩信功高盖主嘛 疑心重 一向是上位者常有的毛病 对此张良不做评价 他只说道 那第三个人呢 就是彭越 刘邦听子 开口说道 韩信早早就投到我门下 彭越也在不久之前前来投奔 重用他们倒是简单 可是九江王阴部是项羽仗下的人 性子粗也桀骜不逊 他怎么肯为我所用呢 张良笑了 据我所知 前不久项羽北上伐旗 曾命阴部随军出征 可是阴部却假托生病 仅派遣一员副将 数千比马前往驻战 从此取不能看出 阴部对项羽并没有那么忠心 这样的人是可以撬动墙角的 只要派见一位能言善辩之人 前去劝祥 便可以拿下这员猛将 刘邦听完点点头表示同意 次日早朝之上 便将劝祥一事表明 隋和当即主动请鹰 并且说道 汉王 微臣愿望 隋和 微臣若不能睡想九江王 甘愿受死 刘邦看着很是满意 当即同意 而隋和也确实没让他失望 还真就将鹰部劝祥 紧接着 张良又让刘邦重用韩信彭越 这彭越倒是好说 可是这韩信还真有点麻烦 当初刘邦执意收回兵权一事 终究是伤了韩信的心 为了让这对君臣消除嫌隙 张良可是下了不少的心思 但最后结果是好的 刘邦受到密报 说是自己帐下的都尉陈平 竟背着他在暗中说说贿赂 刘邦有点生气 当即以商议破处大计为名 照陈平进见 打算敲打敲打他 可哪只人到了过后 刘邦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陈平抢了话茬 刘邦一听这话 哪还顾得上说出贿赂这一事 拉着陈平就在周边坐下 让他赶紧将良策息息到来 陈平见此双手一拱 开口说道 陈思考了多日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要拜项羽 必先除去范增 刘邦眼尽量 对对对 你这主意好 这些年来范增那个老匹夫 几次三番遇加害于我 是该除去的 陈平继续说道 陈这一计 虽不至于只范增于死地 但可以离见项羽 与他之间的关系 依照项羽的性格 怕是再也不会 采纳范增的建议 也就是 与除去他没有什么区别 刘邦听他这么一说 更感兴趣 连连催促陈平 将几话说出 陈平只说了三个字 反监计 也就是收买储君士族 让他们在军中 撒播范增的谣言 不单操作 但是需要大量的钱财 刘邦手一摆 钱不是问题 我有的是钱 说到这儿 刘邦终于想起了陈平受费一事 于是开玩笑似的提起了这事 希望陈平能给个解释 陈平双手一拱 开口说道 我自从投靠大王之后 未见寸功 可去深受大王的信任和重用 这之欲之恩 我将永生不忘 平来越阳时 囊中羞涩 两手空空 又到是 身无分文寸步难行 故收众将之礼 以作诗祭之用 汉王须知 行反间之计 须出以重金 收买储迎奸细 汉王若另有良谋 就算微臣多此一举 刘邦听此 赶忙说道 先生多虑了 本王提此事 并不是想问罪 而是想提醒先生 在待人节悟的时候 要小心谨慎 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 陈平感动极了 跪地谢恩 并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 受贿名册 撑给刘邦 刘邦摆摆手 不用不用 这点小事 先生做主就好 不用特地告知本王 至于钱财那边 先生也不用担心 直接去领 不需要报备 你家的那些 就留着你自己用 陈平被感动得 眼泪汪汪 恨不得当场 为刘邦出生入死 不得不说呀 刘邦这首 收买人心的功夫 确实已经达到了 奴火尊精 陈平出宫以后 便立即开始 实施反奸之计 很快整个储君营地中 都充斥着 跟范增有关的谣言 半老将军 七十有五脑 跟随大王多年 投个啥 不说大王 未娶天下 就是娶了天下 他老人家 还能活多少天 世人就难免贪图享受 只要裂土封疆 称王称霸 谁看哪样 脚踩两只船 总是多条路吧 我要是有范老先生的本事 我也一样 如死这般 牛眼很快 沉进了项羽耳朵里 项羽本不太相信 范增会通汗 但奈何 士兵们说的是 有鼻子有眼 他也难免起了疑心 再加上 项波时不时地 在他耳边 说范增的坏话 于是 项羽派遣于此期 进行阳 与刘邦议和 当然 这是议和为假 暗中打探消息为真 而余子柒成功发现 汉陈言语中 对待范增十分尊敬 于是他试探地说 自己是奉范增之令 前来议和 果不其然 他的待遇直线上升 余子柒当即返回 告知项羽此事 项羽大发雷霆 刘邦设下反监计 成功让项羽 对范增起了疑心 于是他将各位将领 全部召集 当众宣布 范增投汗一事 大将钟离妹听此赶忙说道 众位将领也觉得 这话有道理 可是项羽却听不进去 偏偏在这时 范增走了进来 将领们齐刷刷抬头望去 眼神中带着各种情绪 范增是个聪明人 看着眼前 明显是心事问罪的场景 再联想到这段时间里 均匀中的谣言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于是他主动提出 说自己年纪大了 要告老还乡 项羽当即同意 范增就这样 刚叶着离开 将领们见词 也转身离去 唯独钟离妹 还想劝劝项羽 可是项羽 完全听不进去 晚上 范增将自己的书籍 全部整理出来 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斤 听到动静的项羽 有些不解 尚间询问 你这是干什么 老夫要回怀仰居超去 这些兵书典籍 就成了雷准 以后用不着了 兵书可以留给后人研读吗 何必烧掉 范增冷笑一声 大王不读书 却坚有天下 老夫我读书几十年 却一事无成 可见这读书没什么用 项羽听词 气得拂袖而去 回到营帐过后 于姬问起事情的先因后果 得知项羽怀疑 范增通敌 那一刻他流下眼泪 缓缓地跪地开口说道 当年向梁叔父 因为不听范增的劝诫 最终导致定逃之败 他临终前曾嘱咐大王 任范增为亚父 就是想让大王 莫要重蹈负责 而这些年来 范增兢兢业业 为大王效力 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私心 他几乎是将大王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哪有父亲 会出卖儿子的道理 于姬的话 确实让项羽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冤枉了范增 但项羽一向最好面子 哪怕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仍旧没那个认错的勇气 更何况这次只是怀疑 于是不管鱼姬如何炫出 他仍不愿意 让范增继续留下来辅佐自己 就这样 次日一大早 范增登上牛车 悄然离去 一路上悲伤难耐 只能喝酒消愁 走着走着 却遇上了等候多时的张良 张良跪地谢罪 说反见记 虽不是他提出的 但是他也参与其中 所以他很愧疚 希望范增能够谅解自己 范增并未怎样 只是让张良提醒献祭之人 这反见记虽有效 但阴险毒辣 有备天伦 不能滥用 然后又告知张良一句话 这天下最后必为刘邦所得 到了那一天 你一定不要贪恋荣华富贵 主动功成身退 以求自保 然后范增便辞别张良 向着远方走去 而就在这天晚上 项羽得到消息 是有人收莫了刘邦的金银 故意散布流言重伤范增 项羽大怒 我等又上了张子房的档了 来人 将死无耻小人 退出去摘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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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务之急 是速速派人追回亚富 此事已经晚了 范增已经随着那道 西洋驾鹤西去 唯独留下一具尸体 躺在牛车之上 范增死了 项羽心痛不已 但他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将范增死亡的原因 全部归咎于刘邦的反监机 于是在安葬完范增过后 项羽立刻点兵 猛攻行仰 誓要斩杀刘邦 为范增报仇血恨 正所谓哀兵必胜 刘邦这边压根不敌 危在旦夕 这时张良 陈平等人提出一招金蝉脱鞘之际 只需找一个与汉王相貌相似之人 再将城中女一女扮男装 冲作士族 趁夜色出东门请霸王纳祥 霸王一定屯兵东门之外 汉王从西门突围便可金蝉脱鞘 刘邦点点头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只是让人替本王去死不太好吧 还是想搞其他办法吧 张良陈平听完面面相续 想当年你逃跑之时 连自己的孩子都能踹下马车 如今说这话 趁的是假的不能再假 但谁让刘邦是主子呢 他要演戏 旁人也只能陪着 只见张良站出来说道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全员突围 那是做梦 既然如此 便只能有所取舍 至少要先保证 皇室宗亲和文武大臣能安全离开 话音刚落 一位名叫纪姓的将军就走了出来 他说自己与刘邦的相貌身材都很相似 所以想主动请阴 替刘邦前驱诈 刘邦一口回绝 可是纪姓却说 他征战多年 早就不在乎生死 更何况刘邦还救过他和他母亲的命 如今是到了报恩的时候 再说了 行阳城一旦被迫 所有人都要惨遭毒手 既然如此 不如以少换多 可是刘邦还是很犹豫 纪姓见此 直接以死相逼 好在被张良等人拦下 然后众臣又一同跪下 恳求刘邦同意此计 刘邦常叹一声 被迫接受了众人的好意 只见他几步走到激情面前 深深的败了下去 然后刚业的说道 真是好一出君臣大戏呀 紧接着刘邦就派人去给项羽送降书 项羽果然上当 率领大军在东门等候刘邦 怎料刘邦又派人来说 城中百姓太多 等他们先出城后自己再走 项羽答应了 可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天黑 刘邦才终于在士族的簇拥下出城了 此时天色一片漆黑 项羽压根看不清来人的脸 只能凭借身形与衣着 判断来人究竟是谁 因此纪姓成功的混了过去 与此同时 刘邦已经从西门突围 消失无影 纪姓看着西方传来的动静 喜不自身 站出来表明身份 项羽不可自信 拿出火把仔细观察 这才知道自己再次上了当 但此时刘邦已经离开行阳 连影都看不到了 项羽欺击败坏 这个流氓无赖 本王又中计了 臭 烧死他 项羽匹夫 你哪里是汉王对手 背逆天理 坏事作绝 总有一天 你死无葬身之地 再次被耍了的项羽 气得不行 追着刘邦一直打 于是楚汉两军就围着行阳 成高两低 展开争夺战 结果楚胜的多 汉胜的少 不过最终占便宜的一方 却是刘邦 因为项羽虽忙 但刘邦却靠着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大大消耗了楚军的有生力量 逐步将战争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可这么一来 项羽就有些急了 为了扭转局势 他将刘邦父亲与妻子 接到两军阵前 用他们的性命威胁刘邦 刘邦 你给我看好了 我这儿 有两个人 一个 是你慕年的老夫 还有一个 是你揭发妻子 你若认输 那就速速受降归顺 否则本王即刻加大煮上一锅汤喝 可那只刘邦也是个狠惊的 直接说道 你要是把他们煮了汤 记得端一碗给我尝尝 项羽是真没想到 刘邦的脸皮竟这么厚 连亲爹和老婆都能弃之不顾 但是已至此 项羽也只能明经收兵 回到营地后 与众将军商议对色 如今 储君将士 军多年征战 疲惫不堪 并且粮草军械都有短缺 再加上前不久传来消息 韩信北伐取得胜利 齐国已经灭亡 如若他率军南下 阻绝我军后方 再与刘邦合击 到内时 我军威夷 项羽听此 赶忙提出建议 说激流永进是英雄 激流永退 亦是英雄 不如暂且与刘邦议和 兵退彭城 巩固后方之后 再图大业 项羽一听 自然是不同意 在他看来 刘邦就是个无赖流氓 怎么能与其议和呢 更何况如今天下 除了韩信 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只要韩信不帮刘邦 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于是项羽派遣使臣 面见韩信 企图翘墙脚 就算翘不了 也要让他保持中立 然而项羽失算了 韩信因为刘邦的 治愈之恩不愿背叛 项羽只能另寻他法 与此同时 汉军那边也在考虑 议和的可能性 没办法 刘邦当初是以 仁义之名起的家 因此必须将 刘道太爷和吕之救回来 否则他就帮人设了 到那时定会失去民心 对争夺天下不利 于是刘邦主动派遣使者 面见项羽 提出议和 项羽自然是不信 刘邦这个小人 从来没有一句是真话 上次行阳出降 算了 本王无暇于你废话 刀斧手 再推出去 慢 汉王为人诡诈不假 但这次议和 却是真心的 楚汉相争 已是四年 大小战役近百次 将是伤亡几十万 争来争去 毫无结果 因此汉王建议 以鸿沟为界 东归霸王 西归汉王 各守江土 互不侵犯 霸王如果能答应这件事 也是为天下苍生 做了件大好事 更何况 汉王已年过五十 打不了几年 就该一样天年了 项羽听着这话 冷静下来 如若真他所说 义和也不是不行 毕竟 楚军现在的状况 确实不好 需要休养生心 思虑再三后 项羽决定 答应义和 于是楚汉双方 在鸿沟签订盟约 义和过后 刘邦顺利接回 亲爹和妻子 再无后顾之忧 那他还会按照盟爷所说 与项羽和平相处吗 于姬正在收拾行李 项羽走了进来 看着这满地的箱子 笑着说道 亥姬动作真快 行李都收拾好了 于姬喜笑颜开 臣妾恨不得连夜就启程呢 项羽感慨万分 何止是你啊 这三军将士无一步归心四剑 于姬笑而不渝 项羽上前几步 拿起自己的宝剑 长叹了一口气 只是楚汉一和后 天下稳定 我这宝剑日后 怕是再无用武之地了 于姬剑祠 拿过宝剑 笑着开口 项羽听完大笑不止 夫妻俩闹个不停 四日一早便朝着家乡而去 然而才刚走出一里地 季步就快步来报 说刘邦派使臣来下战表了 项羽大惊 当即原路返回 回到营仗后 项羽大发雷霆 怒骂刘邦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是卑鄙无耻的流氓无赖 为了自己逃命 他可以把自己的儿女推下车 为了得天下 他宁肯让自己的父亲 妻子下游辜 畜生本无今生 遇上这么一个对手 本身天意 项羽越骂越气 当场立下重施 这一回他定要拿下刘邦的人头 就这样 次日天一亮 项羽就率军猛攻顾灵 致使刘邦再度被困城中 危在旦夕 但是这次刘邦身边有张良 只见他提出建议 让刘邦给 韩信 彭越 鹰部三人 大肆封赏 又使他们举兵前来救援 刘邦是个实时务的 当即下旨 封三人为盲 并赏下大片封地 而没过多久 三人就率大军赶到了顾灵 紧了刘邦之威 紧接着 韩信又提出了 十面埋伏之计 他不能回捧城 必退守江东 以图再举 到那时 我军就在该下设围 当其行之该下 十面埋伏 将其一举全坚 刘邦大习 再次拜韩信为元帅 统帅三斤 然后刘邦便按照韩信的法子 以自己为诱饵 成功将项羽 带进汉军的包围圈 项羽跑来跑去 都没能冲出去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险境 想撤退却已经逃无可逃 只能与汉军厮杀 夜晚 双方停战 项羽来营帐找于姬 劝说他先行离开 因为只有这样 自己才无后顾之忧 于姬答应了 于是到了深夜之时 项羽便带着于姬和他哥哥于子柒 闯出了包围圈 然后孤身留下 抵挡追来的汉军 于姬看着他的背影 终究不忍离去 于是原路返回 于子柒担心妹妹 也回去了 但在中途 被汉军抓住 何站 项羽不仅白忙活一场 还陪进去个大舅子 所以回到营帐后 但是于姬却说 他只想与项羽在一起 哪怕死亡 也不能让他们分驴 项羽还能怎么办 只能接受于姬的好意 而另一边 张良也认出了于子柒 他很高兴 当初范增被项羽猜忌 还多亏了于子柒的帮忙 如今灭项羽一事 也得让他帮忙呢 笑话 我想了那个似水无赖 来世我还如何做人 我项羽一生 庞堂正正 身为豪杰 此意归凶 这个无赖 他可得天下 但他休想 休想得到我霸王 深夜突然传来一阵 哀伤的营生 于姬被惊喜 出营帐查探 却见四面八方 全是火把 紧接着营生停下 歌声响起 仔细一听 竟是楚国相应 于姬听着背上心头 转身回到营帐 却发现项羽已经醒来 项羽问他 外面是何情况 于姬哭着解释道 那是张良设下的诡计 他不知道从哪里得知 营生对楚人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于是先让汉营士吹枭 紧接着又命他们 合唱思乡之曲 楚军听此 悲切不已 纷纷当了逃兵 如今留下的士兵 实不存疑 项羽一听大惊 赶忙向外奔去 却从祭部口中得知 连自己的唐叔 相伯都已经不知所踪了 项羽悲伤不已 回到营帐中 戒酒消愁 中途祭部前来禀报 如今营帐中 只剩下2100人 项羽听此 却守一百 说这些人 已经足够突围 再见纪布对自己 不抛弃不放弃 还赏了他一杯酒 重重的感谢他 并说从今以后 两人便不是上下级 而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最后两人摔碗壮志 好 纪布兄弟 速速安顿 众将士 轻装上针 凌晨突围 末将遵命 纪布离去 项羽继续饮酒 于姬看着他悲伤不已 因为他明白 这一次真的走到绝路了 为了不让项羽 因为自己而分心 于姬做了一个决定 只见他站起身 最后一次为项羽 武剑助兴 结束后便当场自闻 项羽伤心不已 但也明白 鱼姬这么做 都是为了自己 他好几次舒缓自己的心情 于是凌晨时分 率军突围 还真就让他们成功了 只是损失也不小 可天一早 他们在路上 遇到一位老者 项羽向其打听 去乌江的路 可老者却反问他 八年前 霸王过江西征 老夫的两个儿子 都跟你走了 如今他们 何在呢 老人家 项羽不知 老夫再问 你当年从江东带走的 八千子弟兵 如今 他们又在呢 项羽被问得 哑口无言 他终于明白了 什么是后悔与愧疚 但此时 也容不得他悲伤春秋 毕竟汉军还在后边追着呢 项羽也只能再次起程 直奔乌江 这会儿他身边 仅剩下二十来人 项羽目送他们离开 最后独自一人 留在乌江边 因为他觉得自己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所以不愿回去了 乌江的厅长几次相劝 都没能让项羽改变主意 厅长无奈 也只能带着乌追马离开 而很快 刘邦的军队 也来到了乌江边 项羽拔剑上前 这档气势吓得汉军不敢上前 紧接着 旅马同赶来 他劝项羽只要归降 定刻保住性命 可项羽怎么可能愿意 就这样 文明天下的霸王项羽自吻而亡 自此 历史五年的楚汉之声 终于落下帷幕 而刘邦也在定陶登基称帝 汉朝四百六十余年的基业 由此确立